NASA DC-8飞机低空飞过上空 部分民众在桥上拍摄捕捉这一刻 周四 美国太空总署NASA 两架科研飞机在台湾中南部 以及东部地区空域 进行约四个小时的空气品质观测 DC-8它是搭载比较多的精密仪器 所以它进到机场的时候会下降 然后再爬升 等于对于整个立体的空气品质 都能够及时的掌握 NASA两架科研飞机 从菲律宾飞往南韩的航程中 也到台湾进行空气品质观测 可以详细调查台湾空气污染状况 环境部携手NASA启动高频3D空品实验 也和NASA 南韩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家 合作进行亚洲空品飞航实验 飞航的监测以外 我们在陆地上有结合 将近50位的协设专家 一二十个研究机构大学 跟相关的机构 大家共同来进行 这样一个密集的观测实验 NASA is pleased to support 台湾'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这次也是环境部成立以来 推动第一个大型跨部会和学者专家的国际合作实验 环境部表示会看这次合作进展情形 搜集资料将做进一步的解析研究 新唐人野菜电视 胡宗翰 陈真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正在打工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